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河北的保定 今天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河北的最高习政中心 但是不是现在的省政府 是过去的 在我前面就是直立总督署 在新潮这河北它是天之脚下 所以是直立 这天下的几大总督里 这直立总督是全市最大的一个 在门口有一个超大的棋杆 它是有18米 是这保定的一局 这直立总督署就是为直立总督 办公和生活的一地方 它采用了一个严格的前朝后行的格局 分为左 中 路 山路 在它的总督线上有大门 一门 大长 二长 关底 在最后还配有上房 一共是有五进院落 还有左右乡房 最东面的东华厅 还有外迁压房 基本是保存完好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地方 就是宝地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非常精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此为起点 它来测试这城市与城市间距离 再往南125公里 就是石压庄 往西150公里就是天津 再往北140公里就是北京 在清朝 它这个门口是有棋杆 有罩壁 有圆门 在大门两侧 它有实施者 还有左右搬房 还有炮台等一些建筑 非常的灰红气盘 这里呢就是这总督署的一个大门 一个正门 是一个三开街 在这上面呢 还有这总督署的一个牌匾 现在呢我开车买票 到这个总督署里面去看一看 在金莱州呢 在前面就是总督署的第二道大门 是宜门 这宜门呢在古时候 这中间这个门呢是不常开的 只有来了圣子 来了清差 或者是高级官员 才打开这个门 这一般的维勇官员 来的中呢是从左右门开始进入 在它最上面呢还有一块牌匾 微服即将 走进这里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院落 因为穿过这个私房就是大唐 这呢是戒私房 上面呢有三个字 公生名 也就是官员要大公无私 公生名 偏生暗 在这个牌坊后面呢它是写有 矮缝矮路 明子明高 下名一虐 上天难欺 它这几个字呢也是正对着这总督署大门 在很多雅名呢都是有这几个字 有的是客程这时刻 在它两侧的下方呢就是为其他官员 办公的一个地方 这直立总督呢从这个清朝的雍中年间 到这个宣统 以后呢是有七十位 共有九十九人 其中的名头最响的就是 郑国藩 李鸿章 袁世凯 还有荣辱 其中呢这李鸿章是在这里任期时间最长 达到了二十五年 能够做到这直立总督都是这皇帝非常信任的人 因为呢在中国的几大总督 这直立非常不一样 因为呢它是在天之脚下离这个北京呢非常近 还有这巩卫京师的一个作用 在它这个大堂下面呢是悬挂了很多的牌匾 这呢也就是为历任总督 这皇帝所赐给他们 在中间这块呢金正寄门 因为这呢它还是北京的一个南大门 这个大堂呢也就是整个的总督署 最气派最重要的一处建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桌大堂呢 是根据当时李鸿章在任所复原的 在他这里呢还有光绪皇帝和慈禧所赐给他的英联 这李鸿章呢他是慈禧太后比较细腻的一位大神 在很多年中呢他都是被盯上了这卖国人的称号 但是在这几年中呢我们对他的评价呢也是越来越客观 并且在大堂之上中间呢围着乾隆的牌匾 在两侧呢都是为慈禧还有光绪 对他七十大寿所赐的牌匾 这个大堂呢它是官员一个权威的象征 这呢就是迎圣旨还有处理重大政务的地方 所以一般李鸿章是不在这里办公 我们近来所看到他有这个暗桌 上面有令牌 在这椅子后面呢它是有图案非常漂亮 它有太阳有仙鹤 这仙鹤呢也就是清朝官员一品大云的补质 而且呢它下面是有地毯 这也是符合这满族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而且呢在它两侧是有这个迎联 抚养不愧天地 保贬自由春秋 这个呢也就是告诉官员要有颗公正的心 在往两侧所看到 它有这百姓所送的这万民伞 在上面呢就是围着百姓的名字 这个呢也是说明你是一个好官 这个也是官员一个荣誉的象征 在这大堂的东西两侧呢 它是围着直立总督出行的一些仪仗 它有这个宿径回避黄罗伞 有谷有罗 它当时出行的仪仗呢是非常大 轻轻后后呢是有七十多人 而这总督呢就坐有这个绿泥引领的大叫 这种东西全部举起来 在街上走起来是非常气派 呼啦啦的一大片 在后面呢还有这亲民跟随 非常的威武 有气势 在它的一个公安两侧呢 都是为一些官押牌 这边的一些官押牌呢 都是它的一些司权 兵母上述 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督察院又督御使 在清朝呢这种督的品级是正二品 然而呢这直立总督 它会加上兵部上松弦 这呢也就是众一品 然而这李鸿章呢 它还监管这么多的职务 还是北洋通商大臣 在它另一侧的这官押牌呢 就是为这李鸿章 它的荣誉称号 还有一些待遇 这里呢是由紫禁城骑马 赏用紫将 一等数一波 在清朝将近三百多年呢 能够赏在三眼花脸呢 是非常少 然而呢它是太子太父 这太子太父呢 也就是相当于太子的老师 但清朝呢不是太子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称号 在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出庄树木 是因为它是在明朝就开始种植 这直立总督呢 已经是清朝非常高的官员 大家知道它一年可以领多少钱吗 这里呢就是围着清朝官员的一个工资表 总督呢是一百五十五两 加上述鞋是一百八十两 这呢是它的养联银 也就是一万五千两 下面呢就是其他的官员 这一个官员呢 他不仅是要养活自己 还要养活自己的家人和仆人 还有自己的幕僚 等等一些办公班子 所以呢 这一百多两确实不够用 还有呢就是这官员之间的应酬 迎送往来 都需要自己花钱 所以呢 这薪资不够 就有了这个贪污 后来呢 这雍正皇帝就设立了养联银 进入这个二唐呢 才是这个直立总督 他处理政务 和义士的一个地方 他这个二唐呢 设为这个五开间 在里面呢 是分为了三部分 有左右暖阁 分为义士厅 还有启士厅 这里呢就是直立总督 接见外地官员 和官员义士的一个地方 在他的这个公安桌后面呢 有一个木制屏风 上面呢是有麒麟 这种督呢 他是军政民政一手抓 这两侧呢 还有这官员所坐的椅子 在那里呢 就是为启士厅 这启士厅呢 也就是为这种督 在八岸的时候呢 这里为幕僚 和一些官员 为他查阅案卷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在里面都会储存一些 非常重要的文件 方便着总督 询问和查阅 在他的另一侧呢 就是围着义士厅 也就是围着总督 他休息更衣 和这幕僚义士的一个地方 在那呢 我们看到是非常经典的摆设 两面的有屏 中间的有一钟 这个呢 也就是终身平静的一个意思 在那里呢 还有这西派风格的椅子 因为在当时呢 很多西洋的东西 已经流入中国 一般的这个总督呢 都会管这个 一到两到三个省 然而呢 直立总督 只管直立一个地方 但是呢 它是因为京师所在 权势和地位都比较高一些 任务呢 也是比较重 在李红堂呢 它一共是三次 在这里做直立总督 它的任期时间呢 达到了25年 是整个的清朝任期时间 最长的一位总督 它在二十堂呢 也并不是总督每天 都是在这里省案子 是在逢古排施 才开始在这里 复查案卷 走过这个二堂 前面呢 就是围着内宅门 前面呢 就是围着总督 生活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前朝后勤的一个格局 这个地方呢 在以前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在这个门口 是由这个看门大爷进行守卫 另外进来呢 必须要给红包 在前面呢 可以把它叫做三堂 在中间呢 是围过厅 中间是可以穿过去的 在两旁 就是围着他的书房 还有办公的地方 在东面这间呢 就是围着总督 在平时 批约文件 和处理公务的地方 这个呢 也是他待的比较长的 一个办公环境 在那呢 还有一个李鸿章的照片 据说呢 是李鸿章的后人 所捐献的 在他对过 西侧这个房间呢 就是围着总督的一个书房 因为清朝的官员呢 都是围着人所考上来 所以呢 大多数他们都是围着私塾打架 穿过这里呢 我们就到了这种族署 最后一个院落 前面呢 就是上房 也就是有种族的卧室 他休息的一个地方 在两侧呢 这个厢房 也就是为他家人 所住的一个地方 这一处建筑呢 它是为一个五开间 在最中间呢 是为他的一个客厅 然后呢 在左右 各有二房两间 也就是居住的地方 它里面呢 也是复原了 当时古人所生活的一个环境 在以前呢 在那个位置 也就是围一个西北角 是有一个花园 也就是总督府 他家一个休闲的地方 现在呢 是不复存在 这里呢 所展示的就是 目前我国 保存比较好的古代衙门 上面呢 就围着平遥县衙 这官衙呢 它是古代政治的一个体现 然而这里所在的 就是保存比较好的省级衙门 当时呢 八国联军打到这里之后呢 还在这里呢 审判处置了中国的官员 可以说呢 也是一个侍儒 这个直立总督呢 虽然是地位真宠 但是呢 也是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 还有他所面对的事呢 都要小心翼翼 因为呢 他是在天子脚下 在这里呢 是树立的几块碑 也都是为历任的直立总督 他们的功德碑 在这里呢 还有这个石清建筑 它呢就是为以前 这衙门门口的旗干 最开始呢 是为木制的 后来呢 被这个民国军阀 曹昏所建成这种石子 这就是为当时的原物 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一个直立总督署 一个古代的省级衙门 它没办法呢是30元 每股呢还有这个停车场 下个视频见 再见